这一段鼠方姐不是讲吗 有些的国家为了要抑制通膨 押运价 押油价 油价 观众朋友 我们录影过程当中夸张了急伤 现在杀到今天的最低点 平盘现在这哦 跳空开低还震荡杀低 现在跌幅1.76 1.75左右 83块它可是从85 86这样掉下来的 为什么最新消息请看标题 美国上个礼拜的原油库存 增加了360万桶 原估是增加160万桶 换句话说 库存比预估的来得多更多 那不就等同于经济复苏力道 没想象当中那么强 用油量才不可以利减 库存才不可以增加 就是这样 还有一点如果呢 未来大家电动车啦 什么都推得很广 还需要用到油吗 所以书方姐来请上来 电动车当然是未来重要的趋势大主流 粉丝就问啦 电池是电动车的心脏 可是关键四材料 股价怎么差那么大 关键四材料 正极 负极 电解液 电解液就是正极 负极 这样油过去中间的电解液 还有一个隔离膜 但是他就说 你看像正极 康普 美其马 这是股价 涨翻天了 负极 中碳的股价也上百元了 电解液 聚合也往一百元来挺进 偏偏隔离膜 明基财 怎么股价这么低啊 不到五十块 是不是委屈呢 就问书方姐了 电池 一颗电池 到底要几层的隔离膜才不会爆炸 那隔离膜不是很重要吗 为什么涨这么少呢 您的答案 其实车用电池绝对是未来 在全球科技产业里面 最重要的主流之一 可是这位粉丝问的一个问题上面 就代表他不大了解 每一家公司营修比重 我们为什么可以看得出来 你可以看整个电池 它的成本 正极材料占多少 25到35 没错 它是最高的 所以当然他们提供正极材料的股价 涨幅最大 那负极材料呢 其实只占10%到15% 所以它股价就很持稳 那隔离膜的部分呢 一个电池里面 它需要三层的隔离膜 隔离膜占20%到23% 所以隔离膜理论上也应该要标 而且标的幅度比负极材料更高 对不对 那电解液的部分 它是占一层到一层五 隔离膜是放在电池的哪个地方 因为你正极材料跟负极材料 你本来就要隔离膜里面给它隔开 不然的话会爆炸 那你现在来看 我说要三层 那理论上你这样讲说 明基材真的委屈 错 为什么委屈 一点都不委屈 明基材的股价主要还是偏光板 它要跟随着面板走 假设我刚刚就讲说 一般投资朋友你要买低本一笔 这些里面你就是要买明基材 因为它今年 因为面板本来就赚很多钱嘛 有达都已经赚六块了 你还怎么样 它大概赚三块多 明年大概赚四块 你看它成长性也是普通而已 所以明基材有做隔离膜 但隔离膜占它的营收占比偏低就对了 小于10% 连一成都不到 对 因为它电视的偏光板 还是占营收的比重太大 那我们国内有主要大的做隔离膜的吗 没有 没有 我就跟他讲 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有的材料 主控权都在日本 一定要记住 不管我们现在讲什么正级材料 负级材料 什么隔离膜电解液 都是日本 所以石方姐这么一代 从电池的成本占比越高 但就赚越大了 因此帮我比一比它的业绩好不好 你来看业绩 所以康普大家说 你在想什么 你根本不赚钱 就没有想到第三级就跳起来了 1.42 美其码是1.56 正级材料 那这个是负级材料 是中碳 是1.12 你看1.12 跟他差不多 可是他股价标的幅度 你等一下可以看那个 那聚合呢 大家吓了一大跳 哇 怎么电动车的聚合会 单月是负的0.02 9月是亏钱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聚合不是只有做电解液 它还有什么跟生计有关系的 它还有做什么 很多其他的阿里巴拉一大堆 所以变成它的电解液 在营收比重 没有超过五成 那明基材的部分 它那个第三级是0.84 果然你看正级材料 成本占比高赚得多 负级材料其次 再来呢 最后才是这一些 所以淑芳姐 我问您要个答案就可以了 电池是电动车的心脏 我再次重复 那么请问 如果让您来挑 我要做电池 电动车的电池相关的 我做谁呢 挑一类一两档就好 我个人会选产业的 整流二极体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从 电池 对 因为整流二极体 跟电池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 从这里面挑 我就跟他讲 比重最高的 才是你的选择 做正级 对 做正级才好 可是都涨太多了 我希望大家等到回档 那如果你真的比较保守 那明基才是你的选择 因为我说它今年是3块多 明年有4块 这就是你的选择 感谢淑芳姐 非常谢谢您了 这个惊醒梦中人了 还在讲说 电池成本真的是 主要很大的心脏 但是呢 这几材料 才是占电池成本最高的咯 因此粉丝来 回到刚内一页 您的提问 淑芳姐帮您解清楚咯 所以呢 四个都很重要 原来它才是关键角色 说到了关键 如果今天没有口服药 今天没有疫苗 我们Covid-19 怎么挡得住呢 这一幅请上来 新冠口服疫苗 各国都在强买 美国也正式授权了BNT疫苗 供给儿童接种 所以请问 国内的疫苗概念的ETF 这两档帮我比一比 好 这是两档 目前已经挂牌上市 跟疫苗相关的ETF 一档是00897的富邦基因免疫生计ETF 这是刚挂牌没多久 那挂牌比较久是这一档 00678的群益NBI生计ETF 这档已经挂牌好多年 超过五年以上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他们两个ETF追踪指数什么呢 00897这一档追踪的是纽约交易所所挂牌的全球基因免疫生计指数 那这个指数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股票 那这档ETF它总共成分股有50档 那678它的档数 那它的档数总共有272档 它追踪的指数是纳斯达克的生计指数 也就是大家常讲的NBI指数 NBI指数插播一下 因为它挂在纳斯达克嘛 最近是修正之后的弹角 所以它有一点点反压 它涨幅反而没有左边那个大 那所以呢前三大成分股 好 我想讲到疫苗 大家就很关心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疫苗相关的成分股 有的 它这个00897的前三大成分股 里面就包括了我们所知的莫德纳跟BNT 还有这家公司 其实是一家这个升级医疗的公司 药物公司 那00678呢 它呢第一大持股就是莫德纳 那其他这个一个是药品 一个这个是在做这个基因这个检测的相关的公司 所以那如果同样都是疫苗相关 有谁会比较浓啊 那个疫苗浓度纯度高 如果单纯讲疫苗相关公司 当然是00897的这档 比较高一点点 浓度高了 浓度比较高 因为它是从全球四十三个国家里面 从这个系统里面去分类找出呢 怎么样跟生技医疗产业相关公司的 然后它每半年会去调整一下 它的这个持股成分股 那很快12月它就会调一次了 所以12月中的时候 12月初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没有调整一些成分股 会不会有一些 大家最近在讲口服药 刚刚瑞涵讲 对不对 口服药公司会不会纳入啊 这个可以注意一下 所以就是这50档 年底又会再调整一次 半年调整一次 那一年就会成分股调整两次了 那进来的股价会上 踢出去的股价会跌 那这个呢 那这一档的话呢 如果单纯讲疫苗 它的这个纯度稍微中等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除了掌握疫苗的概念之外 它其实还有新药研发 这也很重要 那还有大家最近常在讲的精准疫苗 跟AI有关的 这在我们节目中也聊过好多次 所以它的范围就比较广一点点 那它这个是每年会去调整一次 它的指数的成分股 那这个12月呢 它马上也要再调了 如果这样看 我想要买疫苗ETF 应该是找比较浓的吧 这个897 来看第二张 那策略该怎么应对呢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你要做这个00897的策略的话 要有量吧 对 我必须要讲一下量 我们这常常讲 做ETF一定要看量 它这个最近一周的平均的成交量 周均量是3180张 那00678的话是355张 这稍微少一点点 好我打勾不要轻 果然是这边它完胜 就针对周均量 规模呢 规模的话 虽然它挂牌时间比较短 可是它现在规模有41.13亿 那这档规模00678的话 它现在只有2.85亿 规模大意味着买的人是偏多的 才会有量是比较稳一点点 对 好再来折翼价 折翼价也很重要 不过这两档折翼价目前来讲 看起来都不错 00897的话 目前折翼价大概是0.047 就跟净值跟市价差不多 对对对 那这档其实也是一样 折价只有0.07% 也是跟市价差不多 所以这边是平手 什么叫折翼价呢 ETF我们讲过了 它是这个基金证券化 所以这边黑板当中有它的市价 投信那儿有它的基金的净值 这样子对比 结果现在的市价都比净值低一点点 你在市场当中买的是平移的 超赞的 所以两个勾勾 操作叮咛 操作的部分 如果针对00897 跟这个00678这两档的话 我先讲一下 因为它的涨跌幅都没有限制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挂牌的时候 价格这个挂的时候 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那另外呢 它也没有配息 也没配息 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很多想要 靠配息存股 也许可能会觉得 这个不是我属于的标的 赚价差就好 对 所以因为呢 还有一个原因最重要 也是生计股的波动比较大 刚刚看这个指数就知道 它波动真的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呢 做波动的操作会比较适合一点点 然后你在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规模 还有流动性 还有折衣价 就是我们刚刚在帮大家举例的这部分 马上剩下897来看一下 如果要赚价差的话 最不教大家897挂没多久 他们挂没多久 所以现在还看不出来 可是现在创高 不好意思 如果我很幸运 就巧得了买在14块钱 现在还抱着它 现在将近15块14.95 慢还是不慢 我就可以继续报 因为它发行价其实是15块 现在还稍微比发行价稍微低一点点 OK OK 那是不是14块我第一买的时候 如果这条的周线 一个不小心灌破 我再来卖 再不然就是报 如果周线都没破 对 做短的这个波段操作人 是这样子没有错 是 好 最后一个小叮铃 即将会有第三档疫苗的ETF 好 即将要上市的这档疫苗 相关的ETF叫00898的国泰基金 免疫革命ETF 那它是预计在11月20号挂牌 那发行价 这次很特别 干便宜 它现在变10块 所以很多小白可能买得起 一整张了 对 那它追踪的指数是这个 Solid Active的全球基因免疫与医疗革命指数 这个指数稍微长 那我必须要讲 这个指数里面 目前大家看得到的 重要的疫苗公司 都包括在里面 都在里面 对 是 好 政府非常谢谢您 请回座 898您不要急 因为也有人在问 他现在正在目击当中 还没有挂牌 所以挂之后 我们前前后后会帮您追一下了 总之现在疫苗ETF 就是这两档了 开心更明白了 COVID-19病毒挡得好 疫苗ETF也要操作得好 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接下来请旗展告诉我们 今晚他们正在开会 联总会开会讨论 缩减购在规模 Tipper到底接下来 预计可能拿几种情境 那是因为我们钱太多 还有美元在走深 所以外资在一股脑 全看扁我们的台币吗 台币这两天真的是收扁的 所以呢 喝下来 意味着 你何干扮呢 在这个地盘里呢 你什么东西呢 由于我们的地盘里呢 你所以呢 对我在自己的地盘里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